理財分半鐘,財路自然通,理財分半鐘,林修榮 Raw of IRA 退休帳戶有相當特別的提取規則 比一般 IRA 帳戶更加靈活 首先,每一年存入的本金,不論什麼時候做提取 也不論你的年齡或用途,都沒有稅金和佛金 換句話說,去年你存入Raw of IRA 的資金 即使現在就拿出來,都是完全不需要付稅或付罰金 但是,要提取Raw of IRA 帳戶裡的收入 稅務規則就沒有那麼寬鬆 通常提取收入要繳付稅金,還有可能會有10%佛金 除非提取的時候,符合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五年的測試 意思就是提取收入之前,你已經開設了Raw of IRA 起碼五年 這個Raw of IRA 帳戶不需要是你現在做提取的帳戶 只要你曾經在五年前,開設一個Raw of IRA 帳戶就可以了 五年期是由開戶那一年的1月1日開始 不論你在那一年是什麼時候開設帳戶 第二個條件是提取種類測試 以下幾種情況都是符合要求的 第一,年齡達到59歲半 第二,將戶持有人,死亡之後由受益人作提取 第三,身體傷殘 第四,首次買屋 假如兩個條件都符合 提取Raw of IRA 帳戶的收入 就不用付稅和罰金 即使不符合條件 Raw of IRA 帳戶的提取次序 是以每一年存入的金額為先 最後才是收入 我是林修榮,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